除了段小腾以外 这屋子里面 所有睡的东西 统统都拿走 又去哪儿啊 青海 最近出差是不是太频繁了 拍公益题材的吗 要多准备点事 别拿工作说事了 别再拿工作护我了 行不行 我不是傻子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自从解 为什么自从求婚之后 整天就跟开玩笑似的 咱们两个就好像演了一场大戏 演完之后什么事都没有了 为什么呀 你不想见我爸妈 就拿工作说事 你不愿意跟我聊结婚的事 就各种出差 不是 滕晓晓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为什么什么事就能聊 就这个事不行呢 我还不想结婚呢 我还不想结婚呢 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呢 不是 不是 我不明白 结了婚影响你做事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能承认 就你不行 那到头来就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是你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是不是 是我的问题 段冲 你听我说 我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真的特别高兴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 我觉得我爱了一个特别好的人 但是你对我太好了 我觉得你精心为我设计的那些未来 那些以后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行啊 没问题 我不拦着你 这样 除了段小腾以外 这屋子里面 所有属于的东西 统统都拿走 走的时候呢 记得帮我把门带上 像你发现 对人家也有来的 抽筹 对我来想要的 这么多年 统统的这种 是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